你绝对想不到世界末日的生活 宝格丽的五星级大厨 俊男靓女如云的健身房 还有高端大气的会议室 因为太阳发生了变异 只要被阳光照射到 所有生物都会瞬间死亡 幸存的人类只能躲进水下地堡 以此逃过致命的太阳辐射 众人进入地堡后 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小雅为了开启新的生活 竟然把自己剃成了寸头 大山泽和小帅母子俩 过上了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 这天他正在点小帅上网课 意外得知他之前在医院时 发现了一只存活的老鼠 可地面上的生物只要接触到阳光 应该都难逃一死啊 他赶紧把这一发现告诉教授 于是教授开始了研究 这下地堡内的老鼠就遭殃了 它们被送到地面进行光照实验 但实验毫无意外都以失败告终 所有的老鼠都活不到第二天 接着通过5G网络联系上其他幸存者 其中也不乏教授这样的学者 他们正在研究如何阻止太阳继续变异 但目前还未取得任何成果 而地堡也只是看上去表面和谐 士兵们背地里并不待见小雅等人 可迫于末日生存的压力 他们只能委屈求全以求平安 然而一次意外的来临 瞬间打破了地堡内的瓶颈 这天网红妹意外点燃了厨房 仓库的食物被烧毁了大半 而地面上的食物在太阳的辐射下 也已经不能食用了 这下子他们要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 机长表示挪威地下藏有大米种子 只要他们能够拿回种子 以后就能保证自己自足了 于是大校立马安排行动 他吩咐二傻去找寻可用的燃油 而小雅这时突然想到 少校还被他锁在上面 如果让大校发现他害死了少校 那他的下场将会十分凄惨 于是提出让他去空军基地找油罐车 趁机处理掉少校的尸体 可就在小雅准备出发时 少校却突然跟了上来 他表示要和小雅一同前往 小雅只能强装镇定答应下来 但心里却慌得一批 他得想办法甩开大校 这个女人上一秒爱上了黑老大 下一秒就被锁在房间里活活热死 为了不让上校发现自己的真实意图 小雅悄悄地折断车钥匙 导致汽车无法启动 这时距离日出只剩一个小时 根本来不及返回地堡拿钥匙 于是上校提出他们改月再去 小雅这才顺利逃过一劫 第二天小雅避开众人准备悄悄出发 谁知上校早在一旁等候多时 他质问小雅是否在隐瞒什么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求救声 原来小帅到机房抓老鼠被帅妈发现 因为担心儿子的病情恶化 母子俩为此争吵起来 却一不小心关上了机房的大门 可大门里面却没有把守 母子二人就这样被锁在了机房里 上校得知情况后赶紧去寻找钥匙 可那扇门根本就没有钥匙 这下母子俩被彻底反锁在里面了 密闭的机房里温度不断升高 为了不被热死 帅妈关掉了机房内的发电机 而整个地堡的制冷系统也停止运转 士兵们搬来重物撞击铁门 但铁门却纹丝不动 这时大山也急忙赶了过来 济师突然想到飞机上的喷枪 用喷枪或许就能打开铁门 上校带着济师立即准备出发 小雅表示也要跟着一起去 临走前教授吩咐他们抓紧时间 因为地堡处于地底深处 如果制冷系统长时间关闭 那么所有人都会被热死 于是三人赶紧出发 在经过大门时 上校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少校 小雅捡起地上的钥匙 谎称少校也许是为了救人 而不幸牺牲了 可这种借口就连济师都不相信 上校又怎么可能会相信呢 他们都很清楚那不是少校的为人 可迫于时间压力 三人只能继续前往机场 可半路上他们就发现了异常 机场的方向浓烟滚滚 三人到达空军基地后 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空军基地现场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 这个男人刚阻止下属发生冲突 却被下属开枪打死 上校表示这应该是人为导致的 喷枪也指定是被毁坏了 三人只好赶紧回去寻找其他工具 上校怀疑这一切都是俄罗斯人所为 就在三天前 他们联系上了俄罗斯军方的幸存者 而对方也在打挪威种子的主意 鹰匠黑猫熊老传统啊 地堡这边众人 还是无法打开机房大门 帅妈注意到了一旁的通风管道 于是她赶紧搬来油桶 然后打开一个口子 想把小帅送进管道逃生 可管道太直了根本无法借力 无奈之下只能继续等待救援 而小雅三人还在寻找工具 突然上校就被监控画面吸引住 屏幕上正是小雅抛弃少校的一幕 得知了少校的真实死因后 上校却并没有拆穿小雅 反而催促他们赶紧撤退 因为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最后三人只带回一把铁锤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地堡内的温度也越来越高 士兵们终于无法忍耐了 他们拿着手枪威胁大山 让母子俩打开发电机 冲突一触即发 好在上校他们及时赶回地堡 控制了现场的局面 而大山居然不讲武德搞偷袭 和士兵扭打在了一起 两人不断争强手枪 却意外走火打中了上校 上校就这样领了盒饭 士兵们眼看着就要暴动 却被大使阻止了下来 而大山还在拼命地用铁锤砸门 可大门还是纹丝不动 最后他放弃了 众人也不愿打扰他们最后的相处时光 于是都自觉离开了 只留下大山在门外守着母子二人 而帅妈为了不再连累他人 于是打开了发电机 然后抱着儿子离开了大山 离开了这个让人绝望的末日 门外的大山早已哭得泪流满面 同伴们接二连三地出现意外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心情沉重 他们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还会发生什么 可眼前的难题并没有解决 由于发动机的燃料只能坚持六小时 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打开机房的大门 而且粮食也越来越少了 拿回种子的计划也要尽快安排了 而在另一边 士兵们整理上校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U盘 里面正是小雅抛弃少校的监控视频 好家伙这下一场纷争指定是避免不了了 预知后续如何点赞关注一下汪哥马上为你揭晓